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一号说 尽管阿富汗总统选举候选人前外交部长阿卜杜拉 已经宣布退出第二轮总统选举 但定于11月7号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仍然会如期进行 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官员表示 宣布退出选举的最后期限已过 因此独立选举委员会决定举行第二轮选举 他说选票上的名字仍将是卡尔扎伊和阿卜杜拉两个人 而且选举委员会仍将统计阿卜杜拉的选票 当天阿富汗现任总统卡尔扎伊表示 希望选举如期举行 卡尔扎伊的竞选发言人瓦西德奥马尔 排除了卡尔扎伊与阿卜杜拉组建权力分享式联合政府的可能 奥马尔说如果双方的谈判继续进行 那么讨论的议题将是组建一个包容性强基础广泛的阿富汗新政府 阿卜杜拉一号在首都喀布尔宣布 由于选举公正性毫无保障 他将不参加并于7号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 同一天塔利班发言人放出狠话 如果第二轮选举如期举行 塔利班将发动更多袭击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一号发表声明说 美国将支持即将选举产生的下一任阿卜杜拉总统 同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高级顾问 大卫阿克塞尔罗德也表示 阿卜杜拉退出选举不会对奥巴马政府 制定未来的阿富汗政策构成影响 阿克塞尔罗德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 阿卜杜拉作为阿富汗国内的反对派领导人 退出大选并没有明显扭转阿富汗大选局势 他说以往进行的民意测验都显示 阿卜杜拉可能落选 为此美国将同阿富汗现任总统卡尔扎伊 和他领导的政府打交道 阿克塞尔罗德还说美国将与卡尔扎伊总统 商量解决阿富汗政府内 腐败现象严重的问题 同一天白宫高级顾问瓦莱利·贾勒特 在美国广播公司访谈节目中说 奥巴马总统仍在就阿富汗战争政策问题 与他的高级助手们进行磋商 对于阿富汗选举中出现的混乱状况 特别是阿卜杜拉突然宣布退出第二轮投票 是否会使奥巴马加速或推迟阿富汗战争决策的制定 贾勒特未知可否 阿富汗暴力活动频繁 安全形势不断恶化 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考虑向阿富汗大量增兵 以色列耶路撒冷警方一号说 警方上个月逮捕了一名犹太裔美国移民 这名美国移民涉嫌杀害了两名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警方说 这名嫌疑人名为杰克·泰特尔 今年37岁 是一名美国移民 警方称 泰特尔涉嫌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 杀害两名巴勒斯坦人 并涉嫌参与2006年以来 一系列炸弹袭击事件 其中包括两年前 在耶路撒冷以西贝特县梅时 一处修道院附近埋着炸弹 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以色列警方透露 泰特尔已经承认 曾在东耶路撒冷 杀害一名巴勒斯坦出租车司机 并在约旦河西岸 杀害一名巴勒斯坦牧羊人 以此来报复巴勒斯坦人 在以色列制造的自杀式爆炸袭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办公室 发表声明说 泰特尔之流在以色列只占少数 他们还没有准备好 接受民主和法治 沙塔拉伯内政部的发言人一号说 警方在首都利亚德附近 一家闲置的旅馆里 查获了大批基地组织的武器弹药 其中包括281只突击步枪 和35个弹药箱 这些弹药箱里 一共有4万多发子弹 今年8月份 沙特警方逮捕了